据美国媒体6月16日报道 法国于近日推出了一项技术签证 旨在吸引国际人才 新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 法国需要放宽监管 成为独角兽国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五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Viva科技大会上 马克龙简单介绍了 政府将如何讲话复杂的监管程序 使外国人才更容易的在法国就业 并为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以打造全球领先的企业 新推出的技术签证 主要面向初创企业的创始人 员工以及投资者 而且这种签证是获得 法国居留许可的快速通道 即我们所熟知的人才护照 其有效期为4年 并且能够汇集持签者的直系亲属 马克龙在演讲间系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希望法国能吸引新的企业家 研究人员成为创新和创业型国家 法国将会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提高学生的最高学术成就 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教育模式 帮助学生走得更远 马克龙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 设立欧洲风险基金 用于支持初创企业发展 他还谈到了数字化单一市场的必要性 这是欧盟委员会的协调流 媒体服务和卖油费的一项政策 2016年法国风险资本投资 已经达到16亿美元 虽然仍然落后于德国和英国 不过的确吸引了不少投资者进入法国市场 其中初创公司的市场份额获得了增长 比如汽车共享服务公司 BlaBlaCar等公司 马克龙最后表示 法国将打造一个最具吸引力和创造性的环境 政府将成为一个平台而非约束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